你幫他說FOX是16X 16加上6X-SP8 GOX是X 要問說GOF 它的合成函數 跟FGO這個合成函數 還有它的定義各是什麼 第一個要問你說 那把4代進去 那它個別的答案比多少 那如果GOFFOX的話 那就是先比FFOX再取GOX 那FFOX是什麼 是16加6X-SP8 這裡就帶16加6X-SP8 那再把它放到什麼 GO裡面 這是X 這就是X 那現在是這個 那這個就要變成這個 變成根號的這個 16加上6X-SP8 這個就是 GOFFOX 那轉過來如果 FFOX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 這個 FFOX的話 就是 F FFOX 那 GOX就是根號X 所以你這裡就 X的地方都帶根號X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說 這個就會變成是 16加上6更號X 再減掉 減掉更號X的平方 好 那就會變成什麼 就是 FFOX 然後 加上6更號X 再加16 好 那它的定義率的話 這個 它的定義率其實是 X屬於 那這個 你這個做出來 或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那這個大於等於0 那這個大於等於0的話 就是 負X平方 加6X 加16 大於等於0 然後 乘以負荷的話 得到X平方 減6X 減16 要小於等於0 那這個可以變成 X-8 跟X加2 小於等於0 那一個是 負荷一個是 八正負正 那小於等於0的話 得到這個 負荷一個是 負荷二小於等於X小於等於8 所以 這個 它的定義率就是 負荷到8之間 好 那 相對的 這個 做出來是長這樣 那 使得這個有意義的話 X就要大於等於 所以 這個 它的定義率 因為它做出來是這個 所以它 定義率就是X要大於等於 好 那第二小題它說 這個帶4進去 好 帶4進去的話 其實 有兩種想法 第一種就是直接 你把這個答案 帶4進去 好 那就會得到一個答案 那或者呢 你這個就是 這個 GEO F of 4 你先把F of 4找出來 F of 4就是這個 帶4進去 帶4的話 16 16跟16可以分別掉 4的話 又是24 那就更好 就是2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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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這個再帶進去的話 就是更好24 好 那更好24就可以寫成 2更好6 好 所以這個第一小題 就是2更好6 就更好 這帶進24 更好24 就更好6 好 那第二小題呢 這個 這個帶4進去 這個帶4進去的話 這個4帶進去 就變2 12 12 再跟它加起來 得到28 28再減掉4的話 28-4就等於24 就是等於24 所以 第二個這一個 這個 F of geo F of geo F of geo 4 就等於24 24 24 好 那你也可以 先把 geo4找出來 再取 就是F of geo 4 好 那 geo4就是這個帶4 x帶4進去就是2 更好4就等於2 所以它就等於F of geo 那把2帶到這裡邊來 就得到 這個就是16加上 2乘以6就是10 12 加起來28再減掉2的平方就是4 28-4就等於24 好 那這樣也可以 都是答案都是24